随着网络技术都不断革新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网红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梦想 我们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 网红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但赚取了极高的人气 成为了流量明星 更为自己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但是钱从来都不是那么好赚的 我们看得到他们的成功 却很难看得到幕后的努力和辛苦 我们近听故事里的主人公萨曼莎 也想着做一个网红 不过事情好像并没有那么容易 萨曼莎·沃尔福德于1989年8月28日 出生在美国德州的迪金森 这是一个位于休斯敦市西南部 大概半小时车程的小镇 人口只有不到两万人 萨曼莎是家里的长女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高中时期的萨曼莎和同龄人相比 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她对学习并没有什么兴趣 而是喜欢音乐和表演 同时也对纹身很有兴趣 在19岁的时候 高中刚毕业的她就已经未婚幸运 她和自己的高中男友一起同居 并且顺利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在这之后不久 这对情理的关系开始恶化 没多久就分手了 两个孩子则由萨曼莎独自抚养 2008年在当地的一家文身艺术馆里 刚失恋的萨曼莎遇到了23岁的恩尼 两人一见钟情 恩尼是在1985年的圣诞节出生的 她从小就对电脑硬件非常感兴趣 喜欢动手拆各种电器、电脑 然后试着重新组装回去 高中毕业后的恩尼在当地的一家 名为D-Bet的球棒制造工厂上班 而跟她同居的萨曼莎子没有工作 在家全职带孩子 2011年年轻的萨曼莎再次怀孕 这次又是一对双胞胎 作为父亲的恩尼 异常开心 对几个孩子非常疼爱 萨曼莎这边则开通了自己的YouTube账户 她会不定时地上传一些视频 梦想着有天可以变成网红 早期她的视频通常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类的聊天 和网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 不过她的视频看上去并不怎么受欢迎 踩的人通常比点赞得多 为此她尝试着改变风格 聊天内容逐渐从日常生活转向影视剧类的评论 比方说小小选美皇后 饥饿游戏 以及吸血鬼日记 2013年 24岁的萨曼莎 生下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 作为父亲的恩尼 尽管很开心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家里的经济压力 为了补贴家用 恩尼又找了一份工作 在当地的Little Caesars Pizza打工 而萨曼莎这边 尽管视频浏览量没有多少起色 但是她似乎越来越享受做YouTuber的感觉 她会跟网友们分享自己的化妆技巧 在YouTube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而对自己的五个孩子们却并不怎么上心 更糟糕的是 她和恩尼的关系也开始亮起了红灯 萨曼莎不喜欢恩尼下班后 总想着玩游戏 而恩尼也不喜欢萨曼莎不照顾孩子 花大量时间在YouTube上 而且也不喜欢她在网上吐槽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2013年 萨曼莎发现恩尼在一个网络游戏里和一个女性玩家结婚 这让她愤怒不已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 有几次还大打出手 2014年萨曼莎报警说 恩尼把一个空纸箱丢到了自己的头上 警察们赶来后 尽管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但还是把恩尼带回了警局 并且让法官下达了保护令 禁止恩尼接见萨曼莎 不过两个人总是分分合合 没几天就又好了回来 两人甚至在2014年正式登记结婚 结婚之后 恩尼一如既往地努力上班工作 挣钱养家 而萨曼莎也不断地在更新自己的频道 慢慢地频道的粉丝也超过了1000多人 一切看上去都回到了正轨 然而一年之后 2015年2月 这个年轻的家庭 却遭遇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劫难 2015年2月20号礼拜五 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 911报警中心接到了一通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萨曼莎的姨妈金杰尔 她表示萨曼莎的妈妈Rosie刚打电话给自己 说自己的女儿萨曼莎在家里被抢 希望住在附近的金杰尔夫妇赶紧过去看看 赶到现场的金杰尔 发现萨曼莎手脚被绑 于是她立刻给萨曼莎松绑 然后拨打了911 警方出警迅速 在几分钟后就赶到了现场 所以, walk me through what happened I don't honestly know what happened I was in bed asleep And we heard a noise And the second I was able to open my eyes Somebody grabbed me And jerked me out of the bed And slammed m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started tying me up Didn't recognize anything about They had black masks on Black shirts, black pants Every inch of skin was covered 在萨曼莎的指引下 警方仔细搜查了整个房子 整个案发现场杂乱不堪 各种物品散落在地上 有明显的打斗迹象 房子的正门被破坏 看上去是从外面强行闯入的 在客厅的桌子上 以及沙发的箱子上 都发现了一些血迹 在客厅的地面上 发现了一撮头发 由于整个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最值钱的电视和索尼游戏机 也没有被拿走 所以警方排除了劫财的可能性 从萨曼莎的证词中得知 案发时五个孩子都睡得很安稳 唯一被劫匪伤害和带走的 就是丈夫恩尼 丈夫恩尼不知所踪 而根据萨曼莎的线索 劫匪可能会对恩尼的父亲不利 于是警方立刻赶往了恩尼父亲的家 不过敲门之后 却发现家里大门紧闭 里面空无一人 他的父亲并没有在家 而通过调查恩尼父亲的背景 警方发现恩尼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 的确因为违禁品的事情做过牢 但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出于后的他结婚生子 已经喜新革面 而且在当地的社区里口碑不错 也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他和违禁品或者黑帮有过矛盾 警方于是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留在案发现场 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 另外一边 把萨曼莎带回警局进行询问 仔细还原整个案发过程 萨曼莎表示 案发当天一切都很正常 晚上的时候 大家一起吃了晚饭 在把孩子们哄睡之后 他和恩尼看了一会儿电视 也就休息了 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夫妻二人在床上 被三个劫匪突然袭击 经过几个小时的询问 萨曼莎表示 他感觉一个名叫约翰的人 很可能和丈夫恩尼的失踪有关 我认为了一件事 撒曼莎表示 大约在一周前 她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好友莎拉 而这个约翰正是莎拉的男友 撒曼莎表示 他们几个人在医院聊天的时候 自己曾抱怨丈夫安妮 虐待自己和孩子们 在听了几次之后 约翰表示 自己作为一个男人 无法忍受恩妮这样对待撒曼莎 约翰表示 我会搞定她的 而撒曼莎认为 约翰只是说着玩的 毕竟她在认识约翰一个礼拜 她很可能只是在吹牛而已 那么怎么才能找到这个约翰呢 撒曼莎说这个简单 她刚刚还给我发了短信 说是自己还在医院陪女朋友莎拉呢 警方于是立刻前往医院 顺利地找到了约翰 他们发现约翰的真名是 乔纳森·桑福德 这个乔纳森是一个刚出狱不久的家伙 他之前因为猥亵自己的侄女被判入狱 在警方的审问下 乔纳森很快就吐露了实情 他表示自己当天的确参与了绑架 当时是三个人一起行动的 另外两个人是他的小舅子何希 以及他的朋友莱姆斯 在乔纳森的指引下 探员们来到了距离案发第四个小时的一处偏僻的丛林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失踪的恩尼 恩尼的头部中枪 而且早已没有了呼吸 乔纳森表示 把恩尼带到这里之后 他和莱姆斯一起不断地殴打恩尼 乔纳森正准备自己牵手解决掉恩尼 但是他的小舅子何希 却在这时向恩尼开了一枪 三人在确定恩尼已无生命体征之后 匆匆离开了现场 这起案件从凌晨两点多接到报案 到三个嫌疑人被抓 警方只用了九个多小时 但是探员们的心里 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案件的侦破似乎太顺利了 而撒曼沙这边 总感觉有些事情没有说出来 这种想法和另一对 在案发现场的探员们的想法 不谋而合 最奇怪的事情还在于 撒曼沙声称 当时她的手脚被绑 那么她是如何打电话 给妈妈求救的呢 既然是求救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打911呢 而对于这些问题 撒曼沙是这样解释的 警方一边继续认问话 一边让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手机资料 而从撒曼沙的手机上找到的证据 证实了警方的猜测 通过调查撒曼沙的手机 警方的技术人员恢复了被删除的通话记录和短信 他们得知在凌晨2点30分左右 从她的手机里发出了一条信息 从她的手机里发出了一条信息 上面写道 处理掉Date的手机 管掉他 短信里面的Date是恩尼平日里的昵称 这条信息的收件人是三个嫌犯里的莱姆斯 警方于是回看了当天的录像 我们注意一下时间戳 在凌晨2点24分左右 撒曼沙曾告诉警方说 恩尼的手机被捷粉们带走了 而5分钟后2点29分左右 她表示需要打个电话给妈妈 而撒曼沙发这条短信的时间是在2点30分 也就是说撒曼沙其实并没有联系自己的母亲 而是发信息告诉了莱姆斯 赶紧处理掉证据 因为她担心警方会通过手机定位 找到恩尼的位置 在凌晨2点33分 探员杜兰特请求通信中心 提供恩尼手机的定位 大约半小时后 在凌晨3点01分 通信中心返回了调查结果 正在探员和通信中心通话的过程中 撒曼沙的手机第二次发了信息给莱姆斯 上面写道 丢手机 跑 很显然撒曼沙就是和莱姆斯他们是一伙的 而通过审问乔纳森 她表示整个计划都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商量好的 原本的计划是 由莱姆斯购买违剑片 然后乔纳森和何西找机会栽赃给恩尼 他们在案发前的晚上7点左右 已经准备好了违剑片 但是晚餐过后 几个人决定更改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几个笨贼受不了违剑片的诱惑 还没等开始栽赃 几个人就已经把违剑片享受完了 乔纳森表示 不要剪 我们有plan B 直接除掉恩尼不是更简单吗 撒曼沙只需要忘记锁门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他们会搞定 撒曼沙在听王之后也认可了计划 她表示 不用担心孩子们 我会让他们吃些东西 他们会睡得很香 不仅如此 撒曼沙还跟其他三人夸耀说 自己是个演员 自己的演技 可以很轻松地骗过警察们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 她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不得不说 还挺像真的 在抓到了四个人之后 剩下的就是准备起诉他们了 不过这个时候 何希的证词又和乔纳森对不上了 何希表示 案子前面的细节都对 但是最后向恩尼开枪的不是自己 而是乔纳森 她只是在旁边看而已 警方通过分析 最终认定了乔纳森的证词比较可好 因为乔纳森自始至终都配合调查 一开始就详细描述了案发经过 而且还带着警察们找到了恩尼 警方的心理学家认为 她是属于那种毫无负罪感的人 不会为自己犯下的事情有任何悔过 而这样的人通常也懒得说谎 乔纳森一开始就表示过 她本来是要开枪的 只是被何希抢先一步而已 如果乔纳森说谎的话 实在没必要把这些细节讲出来 相反的 何希和莱姆斯两个人却一味的狡辩 坚称自己无罪 不肯承认自己参与了案件 警方通过对比案发现场 遗留下来的弹壳等证据 证实了是来自莱姆斯家里的手枪 需要注意的是 该案件比较特殊 它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线 绑架恩尼的时候 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在泰县境内 而谋杀恩尼的时候 是在砍县境内 所以每个嫌疑人都需要在两个县 分别接受不同的审判 审判的时候 乔纳森和何希选择了认罪 他们最后的刑期是有期徒刑50年 而莱姆斯和萨曼莎拒不认罪 坚持自己无辜 最终莱姆斯在泰县 因为绑架罪被判处23年 在坎县因为谋杀罪被判处75年 两罪并罚刑期一共是98年 萨曼莎最为案件的主谋 在泰县因为绑架罪被判处50年 在坎县因为谋杀罪被判处99年 加在一起 她的刑期将是149年有期徒刑 萨曼莎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 2020年1月 她的上诉请求被驳回 在案件发生之后 很多人都表示 无法理解萨曼莎的作案动机 警方表示 作案动机可以从萨曼莎的YouTube频道上 找到一些端倪 她的视频里充斥了对生活的不满 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对成名的渴望 她期待着自己可以获得更多关注 可以成为明星或者网红 如果自己的丈夫恩妮可以消失的话 她不但可以在将来重新收获爱情 重启自己的人生 更可以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而通过分享自己的悲惨遭遇 她可以获得关注 竟然通过这种方式成名 事到如今 只能说萨曼莎成功了一半 她现在的确还有名 是臭名昭著 臭名远扬 看着她在监狱交游网站发的帖子 我怎么感觉 她是在公开招募 下一个受害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